我在蝦皮上看到的非常非常酷 那這個牌子呢就是 Piladium跟誰臉 林書豪German所聯名出的一系列的服飾 上面呢你們可以看到這邊有 German林林書豪個人的Logo Yo,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歡迎來到這頻道 這是丹尼好不好 沒錯今天我們就是要來開箱啦 那今天要來開什麼呢 我相信你們現在每一個人坐在螢幕前面 應該都有在蝦皮買過東西的經驗吧 今天呢我們要拍的就是 蝦皮盲買大挑戰好不好 所以這一次呢我在蝦皮上買了 總共10樣東西 然後總值是3萬塊錢 有衣服、有褲子、有鞋子 有用的東西 基本上呢就是一些 平常我不會在蝦皮上買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衣服、褲子、鞋子這一些呢 沒有試穿這件事情 我是 會還蠻焦慮的 畢竟你也知道錢要花在 但是今天我決定給我自己一個挑戰 那我們就來開箱這10樣東西 這10樣東西其中5樣 我有請悠悠幫我選 等於說他選了5樣東西是for me 然後我自己也選了5樣東西 我們就順便來看一下 他的眼光 vs我的眼光 OK 第一個我覺得先來開我的東西好了 第一件呢我要來開箱的就是 一件 長褲 我跟你們說 買褲子這件事情 可能是我最大的害怕 褲子這個東西 一個不合身 其實就是會非常可怕 第一個呢就是在Planme 在Planme買的這一件 西施排汗的修身短褲 褲子通常都是分腰跟腿長 但是這種 如果只有寫 small medium large extra large 這種 其實我還蠻害怕 因為你真的很難選 然後他腿紋那些 I have zero idea OK I don't know these numbers 然後我選的是一個 均綠色的配色 因為均綠色的配色這種 本來就不會錯嘛 好的各位 我現在人已經穿上第一件褲子了 這件褲子呢 在蝦皮上是賣1280左右 這件褲子的版型 穿起來 我覺得我會給他非常高的分數 先跟各位報一下我的身高體重 我的身高體重是 180公分 然後現在大概是 75上下公斤這樣 然後這件褲子呢 我挑L 他穿起來的版型是非常非常棒 穿起來有一點 小九分的感覺 我必須說這種休閒褲 我個人會期望它是帶有彈性的 這件褲子不能說完全沒有彈性 它還是稍稍帶一點彈性 褲管的部分 的確是稍嫌短了一點 但整體的部分 不太差 我們有個好處 它適合我 如果再更瘦的話 可能你們 可以選到Medium 這1000多塊的褲子 我覺得CP值超高 好 那麼下一樣 我們就來開箱 又有幫我選的東西好了 他這次幫我選了一雙鞋子 因為我一直在嚷嚷說 我想買這個類型的鞋子 買很久了 他叫做Projects 這一雙叫做Scooter00 好不好 拿出來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這個牌子 它最大是做到 歐洲尺碼的45 那我大概是45 46之間 所以我不知道 它會適合我 那這個鞋型本身 就是我非常想要的鞋型 就是Vent Slip-On 那種懶人鞋鞋 這種Slip-On的鞋型 在美國西韓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流行 因為滑板文化的關係 不得不說我覺得 在外觀 在它的材質用料上 我覺得 新興品牌來說 It's not bad To be honest This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I will wear 穿起來大概是 有一點點死 緊 如果今天我是不穿襪子 穿的話 這雙鞋我覺得完全OK 所以包含這個鞋型 它要求的樣子 我覺得它是有拿到的 它非常非常的輕 雖然說還沒有實際 走路走過 知道說它可不可以 但是我覺得你拿到的東西 是蠻有誠意的 這雙給過 給過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做這個挑戰呢 那就是因為 從1月22號到1月25號開始的時候 蝦皮的優惠活動開始啦 也就是我們的蝦皮年前大放假 好不好 讓我再重申一次 從1月22號開始到1月25號 你可以看到這邊 每天都有不同的優惠活動 OK 所以在年前的時候 趕快上蝦皮爆買一波 不管是你要送禮啊 或是你要買禮盒包 或是幫自己購入新裝 在這幾天蝦皮通通都有 好康優惠的活動 22232425 不要錯過了好不好 那開完我的鞋子之後呢 那換我好不好 我選的鞋子 因為我讓他幫我選了一個鞋子 所以我覺得說 我也應該要 以上兩台 所以我也選了一雙鞋子 同樣也要送給他 好 那麼我選的品牌 一樣呢是從project來的 然後我同樣選擇的鞋型 我覺得是這兩年來 這個鞋型可以說是非常流行 基本上是每一個品牌 都在做這個鞋型 那就是所謂的德訊鞋 這次在我們蝦皮上選擇的 就是這一個叫做 all faith的這個鞋款 OK OK 欸我覺得他算賺到吧 T toe這邊呢 他做了有一點幾皮 白色的鞋面 然後配上這個 有一點咖啡色 膠底的這個中底 他同樣是 有一點類似 像是common project一樣 他在你的腳後跟的地方呢 他寫了這邊的鞋型 就是all faith 然後有一點燙筋的處理 我覺得整雙鞋子的quarty真的很棒 是可以在project上面買鞋子 你當然不會說這雙鞋子的CP是特別高 但是我覺得你拿到這雙鞋的實體 我覺得很棒 有有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你自己在下面留言 現在你有多了一個新的選擇 可以去買你們的德訊鞋 在這邊 然後同樣的呢 這位大姐就是在這邊選了一個project 襪子 他說這個白色長襪 非常非常的好穿 感覺它的material來說 應該算是蠻耐穿的吧 都給你選 都給你選 好 那我們就要來開下一樣單品 好了 我在蝦皮上看到非常非常酷 那這個牌子呢 就是palladium跟誰臉 林書豪Jermyn所聯名出的一系列的服飾 上面呢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有 Jermyn林林書豪個人的logo 然後後面呢 哇 他其實花樣還算蠻多的 後面寫著Linsanity 然後 palladium 這個應該算是 上青色深藍色 在Linsanity的時候呢 就是他在紐約尼克的時候 然後他特別秀上了這個 有一個橘色跟白色滾邊 也就象徵著Linsanity 那時候在紐約尼克的時候 有一個多夯 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幫大家試穿 I'm kinda good at this 我覺得盲買這件事情 我好像買得還不錯耶 我這次買的是Size Lorry Size Lorry 絕對我穿起來是 完全一點問題都沒有 然後他這個帽T呢 主要是說 我覺得現在非常流行的寬 跟短的這個設計 整件帽T我覺得 他的用料算是蠻紮實的 他做寬短的同時 他又可以露出你下白的衣服 所以我覺得整件帽T 穿起來說 我覺得這一波聯名 可以說是做得相當相當的棒 我個人覺得 我也是選得棒棒的啊 我們就來到下一樣啦 然後下一樣呢 同樣是Yoyo選的 然後他這次選了一個配件 他選了一個帽子 不可能因為我留長頭髮 買韓牌給我吧 但是我覺得他買的韓牌 也是不會錯的一個韓牌 現在真的是超級霹靂無敵流行的 他應該真的是這樣唸 真藍色的一頂老帽 他選了這個真的是非常的流行 他的帽身其實沒有很深 因為我其實蠻不喜歡老帽 就是把帽身做得非常非常深 同樣的Logo在這邊 其實他雖然自顯的很多 他不會讓你顯得很大 然後布滿整個帽子 帽子Logo放置的地方 算是不大不小 算是剛剛好 好不好也給過 給過 接下來兩樣呢 應該是牛仔單品類 牛仔這個元素是永遠 在你的衣櫃裡面都必須要有 是非常經典 丹尼是必須出生在你的Playlist 丹尼是永遠都必須存在在你的衣櫃裡 所以這次我跟他選了兩樣的丹尼的單品 我選的呢 個人我的衣櫃裡面 我的藍色牛仔褲都非常非常多 但我還缺嗎 當然 我覺得我還缺了一條深灰到黑色 這種色系的牛仔褲 所以這一次呢 我就選擇了Levis好不好 講到丹尼 Levis will never ever ever go wrong 非常棒的一個灰黑色的刷色 然後還有帶一點割破的501直筒褲 那我這次選擇的尺寸呢 就像我前面講的嘛 牛仔褲當你給你的腰跟你的腿長的時候 我就還蠻有自信 所以話不多說 直接穿給大家看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可能是170到180中間的話 我覺得腿長 我覺得建議大家可以選32就好 大家當然還有一點刀割的風格嘛 就是你可以露出一些你歇尾大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愛男生露出大腿這件事情 而且橙色來說真灰帶一點黑 但是我會覺得說他又不會顯得 like you know too dark 一層不變的黑色褲子一樣 so far我到現在我選的東西 我覺得我都還蠻滿滿意的 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跟你們說如果你們沒有買過 覺得買最經典的一定是不會錯的 you always need a classic one 以Levis來說的話 當然501絕對就是一個不會錯的選擇 那既然這麼滿意我的褲子 那我覺得就來 我們就來開一下 他幫我挑的東西 那這次他幫我挑的是一個上衣 欸他眼光算不錯喔 我覺得我教導有方喔 Levis銀鏢系列的這個牛仔外套 而且他還裡面挑的是有毛的那一種 這整個給你一個非常非常 classic cowboy的那種感覺 他就是一個非常有型的 一個oversize的鋪棉的牛仔外套 你們看到這邊的時候 say no more 你們會看到我非常常 在今年冬天的時候 組用這件外套 Denim on denim非常非常的搭 但是他穿上去真的整體是非常非常的滿 以這一件應付大部分台灣冬天 不要說寒流啦 我覺得保暖度是相當相當的夠 穿起來我覺得我想去演斷貝山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有這個信心 去應徵斷貝山的角色 在高遠裡面談戀愛 I like it I dig it 好 那我們就要來開 最後兩樣東西囉 我還想說今天要挑十樣 那一定會有一兩樣雷的吧 but no so far no 好那最後兩樣單品呢 有一個旁人大巫在我旁邊 是又有幫我選的 What the hell man 他這次呢 特別幫我選了 一咖行李箱 他這個行李箱的牌子呢 本身是Kengo的 那你為什麼不幫我選 Kengo的中型帽呢 不知道他有做行李箱耶 他是四輪的 OK 你們會覺得說 四輪有什麼好稱讚的 因為呢我每次跟他travel的時候 我的Luggage永遠都是兩顆輪子 因為我的兩個Luggage 是我從15歲的時候 帶了兩咖行李箱 我用到了現在 但是他們就只有兩個輪子 不得不說是蠻好看的啦 但是 我要怎麼帶我家 我們來看一下行李箱的裡面好了 29寸真的是非常霹靂 能裝 他還有非常多的夾層 各位 而且他是這種 軟殼系的 而且看起來 是還蠻耐的啦 之後如果比如說 像我們去美國去梁州的話 其實這一個行李箱 應該是真的是蠻夠我裝 最後一個就是我的東西 當我在蝦皮上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I was quite surprised to be honest 最後一個就是包包 那這一個包包 其實我特別不要挑了一個很大的Size 你不用裝很多東西 你可能護照錢包 就裝一點一些隨身用的東西 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個牌子 它叫做Rainz 它這個品牌呢 基本上算是在防水的品牌 算是非常頂規的一個存在 而且它是一個roll top 雖然它這樣看起來長長 但是它真的收納起來的時候 欸 還蠻方便的欸 I like it 而且它背起來就是這樣可可愛愛 真的是還蠻滿意這個Size 蝦皮上這麼多東西 你真的是要花一點時間挖寶 然後欸 甚至這邊 還有一個拉鍊 真的怕護照怎麼不見 這個背在你身後 護照你插在這邊 Perfect 好 那麼剛剛那個Rainz的包包呢 就是我們開的第10樣單瓶啦 所以今天總共開了10樣東西 基本上每一樣東西開出來都是毫無問題 比較可惜的是啊 就是這個做鞋子的考量嘛 你就是不會做到那麼大的尺寸 他可以做到45這件事情 我可以理解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